郭麒麟和李忠伟 他们在一起说相声 怎么可能呢 一个是德音社邵东讲 一个是世界羽毛球顶级高手 他们怎么会凑在一起说相声呢 原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对 与这二位极为神似的相声演员 东方卫视热播的相声有心人节目中 有一对田野相声组合 一位叫洪方舟 一位叫李大成 看过这个节目的朋友 应该对他们印象很深 因为他们把相声带到了贵州 偏僻的乡村去 把欢乐带到了那里 其中李大成与李中伟外形很像 用我们只被专业的纳米引力波人 像比较软件评估打分之后 他俩的相似度高达52.1% 要知道只要相似度达到50%以上 我们就基本判断 这两个人像有很高的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人 而且更巧的是这二位又都姓李 虽然一位来自于马来西亚 一位来自于中国大陆 但他们之间是否有更多的联系呢 我们还不得而知 而田野相声组合中的另一位洪方舟 与郭麒麟的相似之处更为惊人 不但外形与郭麒麟的相似度高达53.7% 连声音神态动作和语气啊 也都极为邂进 简直就是郭麒麟的中年版 不知郭德纲老师在观看洪方舟表演的时候 是不是回忆起来自己年轻时犯下的哪件错事呢 接下来我们将郭麒麟和洪方舟的几个相声片段 声音和视频混在一起播放 您可以试试看能否区分开来 谢谢啊 感谢大家伙 说实话我替你们感到高兴 为什么呀 因为你们都很幸运 怎么呢 能够欣赏到我们两个 濒临灭绝的 终生带田野相声演员 给你们在这演图 感谢各位 没有 杨洋翔确实不错 向上说的也好 您客气 干什么也都好 哥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对 但是这段时间也没有虚度 我这段时间也是在忙 没有 也干了点有意义的事 都干什么了 这是拍了几个影视作品 转行了 不能算转行啊 咱这是兼并 跨界 对一块都来 也说相声 也拍戏 这不张巧最近吗 那个戏就在那个优酷正播着呢 这不妙的事 这不妙的事 对我来说 我这不妙的事 就准备了 不妙的事 这不妙的事 不妙的事 不妙的事